HELLO 大家 午安 我今天黑眼睛是不是特別重啊 怎麼辦 我看起來黑眼睛好重 還是妳把那個窗簾拉開一點 比較亮 太亮嗎 不會 HELLO 早安 有一點 我那天就是有問彩杰說 彩杰你覺得我這個是黑眼圈還是眼袋 他說好像有一點眼袋 怎麼辦 我要有眼袋了嗎 還是那是黑眼圈 那我再遮一下 明顯 明顯 我要有眼袋了嗎 應該不是吧 但我沒有很會遮黑眼圈 我就是 隨便蓋上去 謝謝冰策筍的金色音符 謝謝冰策筍 有沒有好一點 有好一點嗎 還是我今天臥彈的線畫太神了 謝謝鋼鐵韓粉的晴天娃娃 謝謝鋼鐵韓粉 這樣呢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謝謝鋼鐵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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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特別黑 還是我戴個眼鏡 眼袋好痠 不是眼袋 我沒有眼袋 你要戴透那個沒有鏡片還是有鏡片 是戴有鏡片 好 我沒有戴眼鏡 好髒喔 擦一下 戴個眼鏡 希望又在打他工作的東西了 沒錯 他今天要去吃尾牙 好好喔 而且聽說 有他喜歡的東西 紅酒喝到飽 祝你抽大獎 大獎是什麼啊 會有錢嗎 還是什麼電視 因為其實好像還蠻慷慨 就是 上台有報名唱歌就直接一萬 哇 那我要去唱 他那又不要邀請AKB啊 我也要表演 加油 謝謝小孫的愛的小熊 還是會抽腳踏車 抽一台腳踏車回來 對啊 好像很不成 他是平板 iPhone之類的 會嗎 希望有 哈囉 謝謝柏惟分享 直播間 今天天氣很好欸 很好 謝謝阿元的金色音符 圍牙重八千 欸很棒欸 誰圍牙重八千啊 請我們喝飲料了啦 謝謝HONE的浪跡天涯 喔這雞排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謝謝 柏惟的早生鼓勵 浪跡天涯雞排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欸他們有一個特效 是雞排的特效欸 看起來超好吃 害我很想吃雞排 謝謝子孫的晴天娃娃 謝謝志孫的夢幻煙火 謝謝志孫 哈囉 大家好 午安 巴克桑你好 苦江午安 謝謝柏惟的晴天娃娃 謝謝柏惟 謝謝柏惟 我兩天喝水都有達成一千五耶 謝謝柏惟桑的會員日記 我覺得我最近好棒喔 學英文學日文然後 也有在喝水 然後也有在看書了 我現在睡前都會讀一點書 讀個幾篇這樣 謝謝柏惟桑 謝謝好好的一封信 我覺得我最近好棒喔 現在我的左手活動範圍指線手指頭 往上就好痛 什麼樣的書 就是有趣的那種小說 我在看那個什麼 那不是小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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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這本 是千號的高中同學的表姐出的書 叫做總裁獅子頭 很有趣 那我把他臉擋住了 喔 他什麼樣的 你把鼠腰拿起來 這很好玩 很好 蠻好看的 我也覺得這本很好看 總裁獅子頭 作者是葉陽 然後 他是他 他在寫他小孩的一本書 就是他們懷疑他的小孩 這樣會不會爆雷啊 哇應該沒有人 反正就是他們懷疑他的小孩 前世是總裁 因為他的小朋友就是 明明年紀很小 卻會說出一些很像總裁會說出來的話 所以就是 在寫他一些小孩的 蠻可愛的小故事紀錄這樣子 就蠻輕鬆的書 就是我覺得蠻好讀的 謝謝曬佛的楓葉 我覺得大家可以推薦你好讀的書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少在看書的人 所以這蠻入門的東西 蠻入門好上手的書 就是很輕鬆不會看不懂這樣子 對 大家也可以推薦我類似的書 因為我最近有在看書 但這本已經看差不多有一半了 應該很快就會看完了吧 大家可以推薦我 比較簡單好入手的書 不然我會看不下去 像小王子那種的就可以 那種簡單的書 推薦書學課本給你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沒有特別愛看那種戀愛 或是寫愛情的那種 我覺得太 就是我不是那麼浪漫的人 所以好像不太適合我 我喜歡那種有趣 可愛輕鬆的書 童話故事 我之前有嘗試看過一本 比較深奧的 就是那種書 它裡面是有自己的世界觀的那種 我就會有點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先從簡單的開始 就是不要太抽象 我之前都是看了一本很抽象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它自己的世界觀 就是作者自己的世界觀 然後它裡面的世界 就是它想出來這樣 然後就有點看不懂 一開始看那麼深奧 我都會提早放棄 所以我覺得我要慢慢來 當然我覺得我這幾天 應該有三四天了吧 這樣晚上睡前閱讀一小篇 謝謝Poxon的 浪金天牙雞排 就是我 持續三四天了吧 我覺得有閱讀速度變快 就是那個看文字的速度有變快 謝謝Lulu的紅玫瑰 謝謝TV放場的金曲 醬 可以秀一下英日文參考書嗎 隨機來斷句子 謝謝Soba特工的紅玫瑰 我的參考書我要拿一下 英日文 我的英日文是怎麼 這兩個 但是我也不是特別研究過 我就是 上網查了一下 然後好像網友推薦吧 然後我就翻一翻 覺得蠻順眼的 我就買了 所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厲害的書 就是 翻翻覺得自己看的蠻順眼的 就買 那我覺得這本單字蠻好讀的 就是蠻 就真的都是單字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自己喜歡的啦 就是我要是讀這幾本 然後單字的話是這個 心智多義單字大全 這個 然後文法的話是這個 金色陣書 或什麼 對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用 我才剛開始讀一下下而已 這樣是不是很像業配啊 不會啊 這是分享 就分享我在看的書 對 因為你完全也不知道到底 好不好 對對對 我也是翻一翻啊 覺得蠻順眼的 謝謝阿華的小月兒報價 你應該是看封面吧 感覺好像很厲害 就蠻 你看下面那一本 就是我那天去 吃書局墊腳石看 真的超級多選擇了 尤其是多義的 根本不知道怎麼選欸 我真的是待在那邊 不知道要怎麼選 然後後來就上網查了一下 真的太多了 謝謝數字家的sing a song 對 金釀專有跟我同一本書 他的日文單字那一本都給我 那他應該要跟你直接寄過來就好了 對啊 大家念完的直接寄過來 然後就發現 只有你的禮物比較不一樣 雙煙樓下成品爆品還名字買 有這些書有折扣嗎 沒有喔 他們不認識我 我是非常的 你現在應該要就是徵求大家 沒有寫完的試題本 可是不是有人 可以寄過來 所以不是有人就是考過了 然後放在那沒有用 因為我還沒有買試題本 我想說等我讀到一定程度再去買 所以目前的話還沒有試題本 如果大家有就是之前考試用過試題本 其實可以寄給我 不要的 對對對 大家如果有不要的試題本 日文 英文 多義都可以 這樣我就不用買了耶 對啊 而且反正人家說明考完啊 大家考完如果有必要的話 哈囉 考慕尹你好 李貓考你好 他說不能用拆封使用過的東西 那你就重新包裝 重新包裝看起來像新的就好 會不會被姐姐抓到 不會啦 這個是 你知道 讓世界就是更好 環保環保環保 謝謝卡姆尼的真情告白 謝謝28歲且有歷練的男人 送得慧任日期 我是22歲有一點歷練的女人啦 這個ID名字也太可愛了吧 成品外面賣雞蛋糕的咖啡車知道你們 說你們很可愛 真的嗎 真的 我沒買過耶 我沒有去買過 哪一間啊 那就不是你可愛了 不是我 就不是我可愛 為了地球著想 但是下面的那個管理員應該是知道我們 我們現在都直接刷臉就是 看到我們來就知道我們要去幾樓這樣 哈哈哈哈 切換好壞 謝謝卡姆尼的晴天娃娃 警衛很熟了吧 有時候會看就是比較熟的警衛就會知道 但是有時候新來的就會不知道 那你今天尾牙是不是要拜哈利波特的主題啊 對啊 那你可以用我之前的那個琳黛 我之前為什麼會的琳黛跟斗篷 可是我不喜歡葛萊芬多 我應該 我本來想要跟蔡雅仁劍 因為我看到他最近好像有PO那個 謝謝錦米洲的小玉兒 什麼雷文克勞 因為我比較喜歡雷文克勞跟史萊哲林 我當時其實我也不是喜歡葛萊芬多 我當時是因為紅色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你不應該因為水運而影響 應該是為了好看 懂嗎 你就拿去用吧 令妖強迫推銷 還是你穿那個睡衣啊 我們不是有哈利波特睡衣嗎 你要我冷死啊 謝謝賽佛的爆炸 外面大概13個 然後我穿著那個睡衣 短褲短袖 紅色才會 對啊紅色才會好運啊 好像有道理 我真的幫你拿那個禮帶 抖蓬嗎 抖蓬你要不要 抖蓬我穿不下 你穿不下嗎 披著也不行嗎 你就披著啊 披著可以吧 可以嗎 就這個領帶 欸你過來我看看 適不適合 可是你進得去嗎 你幫大家那個 拿領帶 超荒謬喔 好像滿有那個感覺的啊 真的嗎 低視角的感覺 低視角 那你要出門 你要那個啊 有那個情境啊 他們說是上吊欸 不要亂講 請你注意 請你注意你的樣子 我們不可以在直播間講這種話 太緊了嗎 沒有 這是幫你們打領帶 久女友感 手機要再高一點比較像 喔 我們很像要被帶出門散步的Haku 好像是 欸真的可以啦 這個給你 我每天都在這邊跟你聊天 不然我 不然我那個買了 然後沒用過幾次 我覺得很浪費 你就拿去用吧 你要把我的這個 發揮到最大的價值 我頭尾比較大 那你博尾 不會有在直播間嗎 有啦 很極端 他一定想說 為什麼那麼常提到它 他一定想說 冬天 冷博為 叫我柏迴阿 微博 ..那怎麼用啊 謝謝烏羽的紅玫瑰 妳這不進去了 妳要重打啦 要那是我的Size 妳要叫那個啊 室友幫你打一下 就是不是他幫我打 前 memo 到底有室友在工作嘛 有啦,有吧 平寒的薄圍 大家都要改名了,我叫頭圍 頭圍薄圍,我叫腰圍 平寒的腰圍 平寒的腰圍 很瘦啦 我跟你們說,我那天被Haku咬到腰間露 超燙的 我想說,我的腰間已經沒有什麼露了 他還可以咬到我的腰間露 很厲害耶 就是真的咬到就變得露喔 是被他咬起來的那種 我就想說,我有 原來我也有咬肩露這種東西 上次握手會戴眼鏡 比較像愛哭鬼賣賭 你幹嘛跪在地上,不然他怎麼咬得到 沒有,他就跳到沙發上啊 我就坐在沙發上跟他玩 然後他就跳到沙發上就咬我的腰圍 我的腰圍 記得薄圍,L,O,O,L,等於純實 摸的薄圍 懂得挑高級的部位咬 真的很痛耶 他現在咬人是真的很痛 但是他今天 我記得我昨天晚上明明就有關我房間的門 但是今天Haku一早就衝進來 我不知道他怎麼進來的 所以我沒有卡好嗎 他說 真的很早 那時候幾點 七點多吧 他就進來,衝進來 他會開門了 丁谷寒牌 Haku已經快開門了 今天晚上我要自己一個在家照顧Haku 大家都要出門吃我 送我一個在家 好 腰間肉是什麼味道 你可以去一下豬排點吃吃看 就知道了 挺韓肉好吃 所以今晚只有我一個人 我可以邀請彩傑過來一起 一起陪我嗎 我會不會害了他 我為什麼他可以帶書過來讀啊 我可以跟他一起讀 我讀我的日文 他讀他的 忽然我很孤單耶 今晚你想來點 人家大數十六天 他可以來我們家讀書啊 還是要找例子 我有找例子 可是例子他說他晚上有直播 他說他看狀況 因為他不是那個拔牙嗎 他說他看狀況 看要不要過來 所以有可能今天晚上他會過來 他會過來 直播不一定 他說他看他的狀況 呵呵 Haku 謝謝柏柏的掌聲鼓勵 計畫通 今晚可以讀祥平安肉了 切換在我還能信任 很平安要教韓韓讀書的話 擔憂 沒有啊 沒有要教他讀書 是他自己讀他的 我讀我的 尾牙不是可以代辦嗎 沒有啊 尾牙不可以 我不行 對 有一些可以 有些人可以 好像是 創作 創作者可以 但是工作人員不行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去 沒關係啦 自己在家吃也蠻開心的 跟朋友 而且是第一次 當 就是真的是主人的感覺 還是你要問說你要不要一起去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可以在家顧Haku 我要跟Haku玩 我要邀請彩傑跟我一起 他們是我的好朋友 切換不是也算創作者 他也有開頻道啊 他哪有 你偷開頻道喔 沒有 雙寒 我真的很期待彩傑考完學錯欸 他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去逛街去吃東西 還是可以找靈一 靈一今晚沒空啦 人家今天生日一定是要跟重要的人去過生日吃飯好不好 誰要來這裡 SSKR啦 對啊 我跟靈一之前已經慶祝過了 今天就留給他特別重要的人吧 還是一家啊 一家會有空嗎 開始想說我的朋友有誰這樣 靈一確定今天生日沒空 對對對 他生日很高 然後Mina住很遠 澳嬌滿滿都不好遠 今天留給那個啦 他最重要的人 我就不要佔用人家寶貴的生日的時間了 靈一早上約SSKR 原來如此 朋友清單沒人了 Mina晚上也有直播他不能來 怎麼大家已經幫你想好了 大家很了解 我對自己朋友的行程不是很了解 大家比我還要了解 因為李孟淳 李孟淳喔 禮孟淳喔 禮拜五晚上他有空嗎 他感覺 他朋友很多 當然他朋友很多 應該他跟朋友去玩吧 欸他們說Mina改了 Mina改掉今天的直播 那他改掉今天直播應該是有別的事吧 不然不會改直播啊 你很有道理耶 禮拜一已經播完了 可以抖他 還是我約財檢出去啊 不行 你要出去啦 好啦對不起 太遠了吧Mina 先想晚上可以吃什麼 今天是Friday 你們覺得可以吃什麼 跟朋友一起的話適合吃什麼 Haku不好的嗎 看來只有Haku 我昨天訓練Haku超可愛的 他現在聽得懂人話了 還是你約Cookie 可以叫Friday 好像可以耶 可是Friday是不是很貴 好像可以吃Friday Friday蠻好吃的啊 但是Friday有點貴 剩下可選人物 一家例子喊喊 一家很閒找一家 真的嗎 一家會不會在宿舍有 有他們的約啊 不知道他這樣會不會很 小琴 可以問問看 小琴 啊但小琴 這樣可能會跟貝琦吃飯 但他們不是約早上嗎 不確定 你問問看嗎 Friday又貴又難吃嗎 是嗎不會啊 我覺得Friday有些東西蠻好吃的 貴 但是有點貴 我覺得蠻好吃 先叫再約 先叫再約 最貴的是紐約客牛排 欸 他們說The Pizzas今天沒有事 他們宿舍組的Pizzas 怎麼大家這麼熟啊 有飯吃就有一家 我再想一下 是也不用太多啦 我只是 就是想找個人朋友吃飯而已 而且我怕大家很遠 過來不方便 就約個最近的李家姐妹 他們是真的很近 走路就可以到的那種 大家都比平函還熟朋友 王品年菜賣完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是你們的功勞吧 喔 是因為王品本來就很熱銷 抱歉抱歉 我以為是我的宣傳啊 沒有其實沒有 其實王品本來就很熱銷 對啊 你怎麼了 笑死 但這年菜是真的蠻好吃的 我很喜歡他那個佛跳牆 謝謝阿豪的眼睛 要這樣做 謝謝 開始怪這樣怪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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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又喜歡愛上這個很久以前買的口紅 所以真的 會流行回來 就是以前流行的東西會再流行回來 在綠白的喔 對啊我很久 最近又好喜歡的 所以真的 我覺得老東西越看越 就是那個韻味越看越喜歡 為什麼要對著我講 就發現他好像蠻好用的 而且很漂亮 切換老了 明示 沒有啦 才沒有這麼酸呢 你是不是講話很堅酸科普啊 我覺得是耶 謝謝月安的長輩圖 真的嗎 嗯 所以我是很蠻 其實蠻堅酸科普 蠻命的人 是嗎 你怎麼叫你 你又遇到命了 他今天好像不在 沒看到他 沒有 我是說那個M.E.A.N 很命的人 是嗎 謝謝金耀的浪跡天涯雞排 還是要吃雞排 很久沒有吃雞排 有很久嗎 感覺每周 是嗎 你對切換蠻堅酸的 他也對你堅酸都是 我很想吃蘋果派耶 可是外送都叫不到蘋果派 我已經想吃很久 還是叫彩杰幫我帶一個蘋果派過來 剛剛外送啊 我還要求朋友帶東西過來有沒有 整個整個很 人很差 很密的 自己騎車 那我覺得今天好像很適合吃那種 非中式料理耶 就蠻想吃西餐的 很寒素地 其實我覺得很寒山就可以過來讀書了耶 對啊 是不是啊 而且這邊有那個書房 對啊這邊有書房 還比他房間好念書 你的意思是 聖聖志鴻的長輩圖 謝謝志鴻 他都不在房間念書 他都在客廳念書 我覺得可以耶 而且我今天剛好也要念日文啊 我們就一起 那你約他一下 一起讀比較有半 然後又可以 就是 怎麼辦啊 我這輩子的朋友只有寒寒了啦 寒寒跟栗子 他們聽到會不會很感動 欸你跟他說我品寒說 這輩子的朋友只有你 好等一下我用錄音的 謝謝鋼鐵寒粉的晴天娃娃 我用手機 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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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早講了等一下 謝謝阿華的好狂 寒寒 你要不要過來念書啊 現在我們可以一起念 我念日文裡念你的 然後我想跟你們說 你們是我一輩子的好朋友喔 好幼稚的感覺喔 笑死 謝謝阿華的好狂 欸不要喘啦 然後這樣有點丟臉耶 謝謝吉米昭的長輩圖 天差喊喊回 你幹嘛肉麻 欸我發現這個椅子的舒服了 他可以這樣往後翹欸 欸我發現這個椅子的舒服的地方了 對吧 你看 你才知道 真的亂告白 你猜栗子回什麼 栗子先回了 栗子先回了 他說感人耶 是嗎 感動之類的 什麼東西 然後www 然後你猜栗姐 蔡姐回了 他說笑死 他說 超級好笑 他們怎麼把我的真心當做好笑呢 謝謝厚寬的popcat 嗨栗子 欸栗子來這邊打問號 什麼東西 欸我很認真在告白耶 你們是不是都把我當成一個很愛開玩笑的人 栗子午安 栗子的牙齒好點沒 謝謝小薰的人手禮 要不要來啊 真的你們現在就可以來了 我們就可以一路念書啊 然後一起看日本綜藝啊 學日文啊 然後吃吃東西 怎麼樣 我到現在已經吃快完 吃快 嗯我在念什麼 快吃完一盒子痛藥了 太可憐了吧 笑死 平安需要人陪 你們三個一起還有辦法念書嗎 可以啦 我四個很有自制力了 真的 看來把牙太痛了 等到我晚點採結過來 我可能要先練個舞 對 反正就各做各的事啊 謝謝Luz的金色音符 謝謝Luz 栗子打槍我 真的喔 他說我們叮叮就好 謝謝初風的金色音符 欸栗子當 等一下下午有事對不對 好吧 沒關係 那你有空想來的話 隨時歡迎你來喔 我們家的大門隨時為你打開 你家栗 哈哈哈哈 那彩傑要不來 彩傑應該會來啦 彩傑應該會來啦 他等一下就會敲門了 他都不敲啊 他等一下就會直接開門進來說 欸嗨 好 謝謝林妍的幸運事業潮 上次李彩傑來真的沒敲門 他是直接開我們家的大門 然後直接開我房間的門 嚇死我了 那不就還好我有穿衣服 哈哈哈哈 海韓行動牌 他在學校沒有 他沒有在學校 他是不是請假在家念書 不確定欸 嗯 問你寫啊 如果他在家的話 就可以過來念 這麼果斷 啊不小心把浪帶破掉 這麼果斷嗎 謝謝櫻桃貓的金色櫻符 謝謝櫻桃貓 哈囉李珍午安 謝謝Frozz3344的愛的小熊 謝謝育仁的行李箱 謝謝育仁 好想去日本玩喔 我真的很久沒有出國了 好想去日本玩 謝謝剛挺韓粉的晴天娃娃 像最近天氣不是比較冷嗎 然後又沒有下雨 就是那種 比較乾冷的天氣 我就是想到 在日本的街頭走路的感覺 就是那種日本人 你知道嗎 就會懷念那個 去日本玩的時候 好想去迪士尼 欸 疫情好了 可以出國之後 我們真的要跟李家姐妹一起去迪士尼 或是環球影城 我真的想跟你們一起去 還是今天吃點日式的 好像也可以欸 還是我們來訂乾杯的便當啊 太高級嗎 超奢侈欸 咖啡店 還是吃大戶 當然去爆 吃日式火鍋 晚點再看看要吃什麼 想一下 謝謝阿元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元 謝謝你真的 POPCAT 謝謝 歡迎戰士的浪來 附兵馬 乾杯A5和和牛便當 999 好貴喔 會有機會的放心 真的去情願離秋夜園 謝謝 我怕栗子會闖到後台騷擾前輩 那那前輩請小心 有個瘋狂的粉絲要去找你了 請小心 最近又開始疫情嚴重 真的喔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喔 戴好口罩消毒 謝謝POPCAT 我覺得可能要再五年吧 是嗎 我覺得可能要再個三五年 當監護人故好例子 我直接關西澤西拉 你目前劇場出演兩次還是三次 我目前應該是兩次 對 站在那個台上表演的話是兩次 然後去看表演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三次 三次吧 三次 紅白那次一次 阿伯上一次 沒錯 平衡要管制栗子 我覺得我應該攔不住她 就是 看起來她對奈奈的愛 應該是我攔都攔不住的 呵呵呵 不然她衝上台 我覺得她對她的愛應該是我攔不住的吧 妳猜彩姐為什麼現在還沒有在路上 因為她還在睡 臭 因為她 我覺得妳猜得到 真的嗎 她要做一件事她才能出門 臭一件事 她說不要講出去我說馬上幫妳撥保 上廁所 臭 臭 洗澡 洗頭 洗一頭 喔呦大家都知道了啦 不是我喔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切換喔 是韓韓自己說的 切換喔 不是不是我 不用洗啊 還是因為 喔喔我能懂她就是頭髮比較直的困擾 因為我現在燙直也是就是 就是每天都得洗瀏海 不然就很像很油 所以就洗瀏海加洗瀏海就好了 我現在不洗頭都洗瀏海而已 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沒出門 我就只會洗個瀏海 不覺得女生很厲害嗎 可以一直洗瀏海 不洗到後面 我現在覺得我們很厲害 謝謝後寬的popcat 就是我都會這樣子綁起來 然後就只洗這邊 品寒昨天有洗嗎 昨天我有 我昨天有洗 我都是 如果沒有做什麼 或沒出門的話 一天洗一天不洗 一天洗一天不洗 所以我 也沒有都太髒吧 我覺得我算蠻 蠻興奮在洗頭的女生了 不會 對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很癢 所以我就是 頂多只有一天不洗而已 隔天就會洗了 我最多就一天吧 不是戴帽子噴個香水就可以出了 但是我 不是我看過很多研究報導說 每天洗都不太好 就是 頭髮會太乾燥 就會變很毛 所以其實 一天洗一天不洗算 是比較好的 就是讓它保持一點油分 其實 對頭皮什麼也蠻 還OK的 而且我覺得一天 如果沒出門的話 一天不洗還好啦 就是沒有很會出油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還是我只是在為自己找藉口 沒有吧 今天還好啦 看情況 比原毛毛好 他三四天 但頭髮很長的人 是不是真的會很懶的洗頭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沒有留 很長很長很長 頭髮的原因 就是覺得吹頭很麻煩 謝謝柯基於的晴天 謝謝柯基於 真的好想去日本玩喔 因為我就是切換 有一個大學同學在日本住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看到他的社群 有發一些 不吹隔天就感冒嗎 是也不會啦 就是看到那個同學 他有發那個日本的夾娃娃 我覺得他超可愛的耶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 那個娃娃的那個質感很好耶 就是譬如說一個東西有 美國版或是日本版 就是覺得日本版做的比較可愛 就是我覺得日本版出的東西 都特別可愛 就很喜歡 像我之前 不是去日本夾了一隻很大很大的卡比巴 我就覺得那隻他超可愛 我應該把它帶來這邊的 感覺到 沒事啦 大家都沒有聽到 卡比獸 對 應該把它帶過來 沒事了 得夾幫我剪掉 反正大家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谢谢阿豪的眼睛夜召皱 是不是太放手 没有 谢谢威力追踪主播 不要笑啊 想睡觉 没有啊 谢谢乌鱼的眼睛夜召皱 谢谢乌鱼 你觉得还好啦 大家都是好人嘛 大家不会特别过来 而且这边那么大对不对 台北很大 谢谢幻影钻石的金色音符 谢谢幻影钻石 你不要自己雷丸尴尬 但你有看过那只卡比吗 没有 没有耶 你没看过吗 我应该把它带过来的 雷秋我对不起 对不起 但我自己其实还好耶 我没有太在意耶 在意一下好了 是怎样吗 那时候千后没跟你们去 应该没看 就是大家不要做出违规的事 对 平寒电我 遇到是 警觉性自己高一点好啊 对不起 就不小心讲出来 不然我们怎么办 我也讲出去了 大家还帮你盘好很好笑 谢谢 不好意思大家 大家就是帮我剪掉 抱歉 我好像是讲出去了 不然我能怎么办 但我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满 其实满好知道的 因为 对 不要聊这个了 我们聊别的 对不起 我们聊一下长才啊 我没有话题 抱歉 你分享一篇好看的 分享一篇好看的 就是你目前看的觉得有点好笑的 读书会 品寒读书会 那我觉得很多都蛮好笑 大家又不喜欢我念书 看个话题 我要念一篇吗 哦 阿嬷阿嬷那一篇好了 阿嬷那个蛮好笑的 阿嬷的 你不用照念啦 你就是那种转述 反正就是有一篇是 你要介绍人 罗比 罗比就是这个总裁本人 这个小朋友 他大概几岁啊 他有写吗 不知道 他没有写 幼稚园 看起来应该是 就是蛮小的 对 这篇 这本书 大家有想要看吗 是不是没有想看 你可以分享 直接分享 因为他其实叶阳 有在Facebook都直接分享 所以叶阳这个作者 还有出其他很多的书 有好几本 他都写什么类型的 爱情类型的 还有跟他老公彼得的相处 然后后来有小孩 对我觉得他们相处的 那个故事很可爱 你是不是跟我讲过 就是他们是同学是不是 对 然后反正他们大学 叶阳跟他 就是这个作者 叶阳跟他老公是 大学同学 算同学 他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然后大学在不同的地方读书 可是他们有共同修一门课 所以就是那种 连线吗 通试课之类 修同一堂课 一个在台南 一个在台北 然后他们连线是一起上课 所以就是老师的那个 荧幕上就会出现 后面的同学这样 然后那个 叶阳的老公叫彼得 彼得就是会 在那个荧幕这样 跟那个 跟叶阳say hello 然后他们就是会出现在 那个老师的大荧幕上 互相在那边 这样子 好可爱 超可爱的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爱情故事 很可爱 但他不会觉得很丢脸吗 叶阳 好像有点 他说你不要这样子 现在在讲这个 总裁狮子头 我觉得蛮可爱的这本书 看到了粉丝团有13万人 那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好可爱哦 然后这本书 我觉得他跟小孩的相处 互动也都蛮可爱 我有看到有一篇是那个 就是罗比就是这个小朋友 然后彼得的话是爸爸 然后叶阳的话是妈妈这样子 反正有一次就是 他们带着罗比这小朋友去阿嬷家玩 然后玩完就回家嘛 然后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 阿嬷就打电话来叶阳家 然后就问说 罗比有没有把交代台藏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用交代台找不到啦 就是阿嬷觉得是罗比 就是玩然后拿不知道去哪到处放 没有还回去原位 所以就打来要骂罗比这样子 然后后来挂电话之后 叶阳就他们就是一番言行拷问了罗比说 你到底把交代台放在哪里 然后罗比就说 我不记得了没有啊 我没有拿这样子 然后后来阿嬷又打电话来说 对不起啦罗比我找到了 是阿嬷不对阿嬷阿嬷的错咕咕的错 我们我们自己放到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 然后他说阿嬷该打 然后这时候呢 那个叶阳就在电话旁边跟罗比用嘴型说 跟阿嬷说没关系这样子 就是叫罗比暗示罗比跟阿嬷说没关系 教官你们知道罗比为什么吗 罗比超好笑 我真的觉得他是不是上辈子真的是总裁啊 他真的很常讲出一些话 就是让人觉得 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结果罗比回阿嬷说 好我现在去找棍子 超好笑 他真的要去找棍子打阿嬷 因为阿嬷不是说阿嬷该打阿嬷该打 他说好我去找棍子 他真的超可爱的耶 他怎么会回答出这么幽默的答案阿 他真的真的要答阿 谢谢刘英鲁夫的上来附冰郎 谢谢Ross的真情告白 很好笑耶 反正就是诸如此类很多就是语出惊人的那个 而且他说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就是 通常小孩子不会去聊到什么房地产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们说有时候就是开车在罗比经过一些土地之类的 然后他就会说出一些 哦这边很贵啦 或是这边以前很便宜这种话 这会觉得哇他真的是真的没有喝到那个孟婆汤啊 就是还有一点那个前世的记忆 而且有一天叶阳就是问他说 你以后要不要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之类的 他就说要买啊 然后他妈妈跟爸爸就乱说那你要买哪里 然后罗比就说大安森林公园 哇很有眼光很会挑耶 就是他怎么知道那边是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就觉得是不是真的前世有在操作房地产 就是桌罗子类很长 他会说出这些感觉不像这个年纪小孩子会讲出来的话 就很神奇耶 看完我也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前世是总裁 谢谢金耀的浪金天涯鸡排 名字为什么那么外国人这本书是外国的吗 没有耶 这本书的作者跟他里面的人物都是 不是外国人 对不是外国人 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很可爱 很普通的那种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 日常生活 是中文的书 不过为什么会叫狮子头 总裁狮子头 应该有另外一篇讲到 对我还没有读到 他是不是狮子座 我记得他好像是狮子座 他有解释到为什么叫他总裁 但是我还没读到为什么叫狮子头 可能之后会讲到 他是不是狮子座因为他很好胜 哦 插一下 应该后面会有狮子头的故事 因为我看他前面封面写 狮子头好大我怕我吃不光 好那应该是 所以应该是后面又有故事 只是我还没读到 但总裁的部分我是已经读到了 对 他真的很像总裁 这本书看完大概多久 应该很快吧 如果平常有在读书的人 应该一天就看完 不用一天 对 一个小时 是因为我平常没什么在看书 而且我不喜欢 就是坐在那边很久 就是 我就是在花个大概十分钟吧 读个几篇而已 所以我就是看比较久 但是如果我平常有在看书 好好的坐在那边看 应该 一个小时就在读完了吧 很轻松的书 这现在还有在卖吗 有有有 我真的蛮可爱的书 而且这本是我们跟那个朋友借了 对跟朋友借了 还没玩 谢谢柯姬的告白气球 他老公好像班杰 外国人脸 真的吗 彼得有吗 我跟你说彼得是一个超妙的人 他功课超好 然后呢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不认识 我只认识他表妹而已 然后但我有跟他们合照过 然后也讲过话 然后我就很follow夜阳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彼得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天马行空 的人 所以我才觉得他儿子可能有点怪 就是很怪怪的 就很可爱的怪怪也是因为 老公很天马行空 是那种功课超好 然后工作也很 可能应该很有能力这样 但在家就是 他好像老公很爱买花衬衫 花衬衫 所以夜阳不懂 什么那么可爱的设定 夜阳是走那种无印简约风 所以他家里都是摆设木头 夜阳翻到外婆的照片好年轻哦 外婆很年轻耶 就是那个 要被打的外婆是吗 好可爱哦 外婆 很年轻耶 然后里面会附一些图这样子 就蛮可爱 切切乌鱼的枫叶 就是我觉得这种日常故事很轻松 很好的 你知道那个外婆是谁吗 嗯 是橘丸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对耶 橘丸就是 橘丸的 了解 橘丸的妈妈是切换的高中同学 不是 是 是啊 是啦 我别跟你说 橘丸是那只猫 我想说我跟他妈妈不是高中同学 橘丸就是我之前有发过的那只猫 然后他的妈妈 羊橘丸那个橘丸的妈妈 对对对 他是切换的高中同学 对对对对 然后夜阳是 橘丸的妈妈的表姐 对吧 对 的表姐 所以是怎么样 你要讲清楚为什么是表姐 橘丸的妈妈的 妈妈的妹妹或姐姐的小孩 小小孩很复杂 你要讲快点 再介绍一次 预备开始 橘丸的妈妈的 妈妈的妹妹的小孩 对不确定是妹妹还是姐姐 不是很清楚 谢谢阿环的眼睛夜障重 阿环很会重欸 原来是真人真事 真的啦 就是我们之前都会去那个他们家看橘丸 看猫 我很喜欢你那个高中同学 橘丸的妈妈 她不是空姐吗 对啊 我觉得她真的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想 对于这个 就是航空夜蛮有兴趣的 真的觉得很漂亮亮的啊 然后 我真的觉得 橘丸的妈妈长得很空姐 她就是一副要当空姐的样子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空姐不是漂亮而已 就是有一个那个空姐脸 你懂吗 就是一个空姐脸 真的 就不是那种真的也特别漂亮 就是我觉得他们 很舒服 对舒服的长相 也不是说长得特别妖艳 或是美型那种 真的长得很舒服的那种 一个氛围 我觉得是还蛮有气质的氛围 我觉得是那个气质 好像很喜欢你那个朋友欸 就是很有质感 航空夜最近人人喊打 切换怎么每个人都认识 他朋友很多啊 跟我不一样 还好还好 所以我交到一个 就交到很多个 哈哈哈 谢谢你啊 那切换是什么感觉 嗯 有质感 谢谢 他跟我 他跟我暗示叫他说他好话 登登 最好难得说好话 真的 不然我平常都是 不说好话 切换这名字好酷 你看 你不要miss那个留言好不好 抱歉 刚刚刚还是看到蓝色小精灵 不是 是上面一句 切换这名字好酷 哪里酷啊 很酷啊 但我同事都揪不起来 很难记 我也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是切换 我就还要再解释 因为他的英文名字是黄 然后J 所以到过来就是切换 对 所以林杰是 切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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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切换会叫切换 还真的有人在问 我刚刚解释了 谢谢后宽的真情告白 其实很好记 因为他是结嘛 然后黄嘛 所以就是结黄 切换 切换切换 对啊 跟品寒丘差不多 你哪有资格什么笑我什么不好记 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绰号 我其实很想要一个绰号 但是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绰号 你有一个英文名字啊 Athena Athena 没有我想要可以念成中文的那种 Athena 或是日文 或是日文 Athena 真的你觉得我有适合什么吗 Athena就是雅典啊 有啦 我小时候被叫过秋饼干 秋饼干好 好无聊喔 好 兔宝 兔宝不可爱 李嘉莉 李嘉莉说秋 我觉得秋好像还不错 秋 话说另外一个黄姐知道 秋 秋 秋秋 秋 秋 秋口 李菜姐是不是来了 是吗 没有吗 应该不是吧 秋饼干 感觉很生疏 欸你知道我以前Facebook很流行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你知道我Facebook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有说过吗 没有 很丢脸欸 确定要说吗 啊呀呀呀 诶我有听过这个吗 我有听 我有说过这个吗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的Facebook的名字 超丢脸 真的要说吗 汉堡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比较品寒吗 所以就是汉 好无聊 哈哈哈哈 我那时候真的去 汉堡秋 我觉得好无聊 很丢脸欸 好无聊 汉堡秋 然后 汉堡秋超无聊 然后那时候还会养那个水族箱 还有农 农场 还有开心宝贝 大家有玩过开心宝贝吗 我小学是要流行的 而且我那时候还有养那个水族箱 然后每天大家进去捡宝石 然后农场的话是要进去喂东西 然后呢跟汉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开心宝贝超好玩 这是李嘉莉 真的 你跟我同年代欸 开心宝贝超好玩的 还有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很流行那个 摩尔庄园 你有玩过摩尔庄园吗 我真的听都没听过 圆圆的土拨属人 摩尔庄园 好好玩 你知道你就查摩尔庄园 还有那个 后来摩尔庄园有衍生出一个叫 比较男生的游戏 赛尔号 真的啦 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在开玩笑 摩尔庄园赛尔号 真的我小学超流行的 办了帐号就没玩了 为什么外面 外面那么热闹 热闹 赛尔号就是神奇宝贝 真的喔 不是啦 不一样吧 但我没有玩赛尔号 我只有玩摩尔庄园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忘记账号 我还重办一个欸 但还是给开心宝贝 一个赞 真的开心宝贝太好玩了 他可以换那个房间的摆设 玩法很像 后来手游也有的样子 查一查叫秋汉堡的有五个账号 没有我那个账号已经删掉了 我已经把那个账号删掉了 你真的没有听过摩尔庄园 那你小学都玩什么电脑游戏啊 小学吗 我小学还是那个 史莱姆游戏区吗 3.5磁片那种啊 那你有玩过史莱姆游戏区吗 米卡球打排球 那你有玩过什么下楼梯 小朋友下楼梯 有没有下楼梯 紫色恐怖有玩过吗 没有 史莱姆我有玩过 那游戏天堂你有玩过吗 那什么 瓶水相逢 瓶水相逢 谁啊 我都没有玩过天哪 那是我不爱玩 那是我小学的童年欸 你小学我已经几岁了 你小学几岁 12岁 我已经饿死了欸 我没看过3.5磁片欸 时代的眼泪 我还有玩过游戏锅 游戏锅我也有玩过 我以前都是上去玩海绵宝宝的游戏 你小学我已经是大学了 所以那个 瓶水相逢 但不是GBA模拟器大廷 起打招可以帮人一起玩 品汉有玩过紫色恐怖 有啊我玩过 阿苏阿苏超好玩 阿苏是那个韩国游戏 阿苏超好玩的 阿苏有出很多小游戏欸 有那种做菜啊 化妆的啊 然后还有很多 做了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是粉红色 然后绑两个的那个长相吗 游戏槽 电眼美女 对电眼美女我也玩过 挖金矿有没有碰过油 阿苏超好玩的欸 还有以前有那种做章鱼烧啊 做甜点的游戏 不知道现在还玩不玩得到欸 可是好像就是听说那种网站很容易中毒 所以以前我们家的电脑都是这样中毒 就是好像有一些网站吧 然后进去玩游戏很容易中毒 还是什么 所以后来就不敢去玩了 小时候觉得摩尔庄原 没有对战 觉得没特别好玩 就没有太玩 我觉得摩尔庄原 是很适合女生玩啦 就是因为小游戏之类的 我都是学校电脑课玩 我也是在学校电脑课玩 小时候都在玩游戏没写功课 哪有 我小学的时候超认真写作业好不好 我都是在学校下课时间会写完作业那种 然后回家可以玩 我跟你说我小学的时候下课时间 就会把作业全部写完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会去补习班 然后我就会跟我补习班的同学一起约好 下课时间拼命赶作业 然后去补习班的时候就可以看书啊 吃点心玩 我觉得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小时寥寥大未必夹 就是你 哪有 一小时很寥寥 我小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第一名那种 所以啊 手中也是 你再度验证了这句话 听一个电脑游戏是天使地固 什么什么天使地固 我觉得我的安清班很好耶 就是有很多书可以看 然后也有那种恐怖书 我就小学很爱看那种漫画 然后就还全部的作业都写 到补习班还有评量要写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课要上评量要写 所以就是我通常都会在学校赶完我的作业 然后 好像蛮优秀的 然后去补习班旅行就可以吃点心啊 然后 玩 玩游戏 下棋 是要不玩什么呀 没有我们会在那边下象棋跟围棋 然后 还有玩UNO或是看漫画 但我真的觉得小学老师都很那个 很那个 就是 只要到周五的时候就是放假日 老师就会功课出特别的多 很讨厌 真的 为什么我不懂这个概念 就是六日不就是要给小朋友休息的吗 那就出礼拜五一个天份的作业就好了 为什么要出到六日份 是不是有点不懂 我现在长大想想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小学老师星期五作业要出特别多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现在想想觉得好生气哦 让你假日不要太没事做 可是假日就是要休假啊 假日就是要给人家放假不是吗 而且老师出这么多自己也要改很久 真的 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周末就会要写作文 我是超讨厌写作文的 然后每次周末就要写作文 对呀 让家长觉得老师有在做事吧 星期五要看功课超多 这礼拜考完期末还有很多作业 不想你们跑出去玩 那你就觉得很这样不太好啊 谢谢卡木尼的金色音符 就是我觉得学习不是只有在课本上学吧 就是你出去玩呢也是可以学到东西对吧 就是可以学习到生活上的东西 或是在外面看到的东西 就是课本上学不到 所以我觉得假日不应该出这么多作业 应该要让小孩子多多户外走动 或是运动 或是去外面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难讲 我觉得欧美的教育就是比较这样子吧 但是 亚洲的教育就是比较 还有要写作业啊课本这种 安静班写完都跟老师得拜 课本偏基础外面探索 算学习应用 还好我已经不是小学生了 但我那天突然想到就觉得很可怕 就是我小学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不是很可怕吗 就是我现在还想得起小学的事情 就是脑袋里还有那些画面你知道吗 但是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就觉得好可怕哦 千放你现在想得起你小学的事吗 还想得起啊 可是已经够很久不觉得很可怕 你突然说到没有关掉 谢谢安安的眼睛夜障重 以前超讨厌老师结果才在做老师 还有画面不错了 千万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 哎呦 哎呦 是耶 是耶 我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十年耶 十年 够这么快 你可以不要那么惊讶 我还在惊讶 我在想一下十年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十年耶 一年其实也蛮长的 然后就这样十年就过去了 我还在惊讶 切换二十年前还好吧 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 十年后平安还是会长现在这样 真的耶 真的耶 你未到八十岁的老奶奶 然后还长掉 那还长掉吗 那也挺好的耶 你想活到几岁 你 我说你 你现在问我 嗯 那你呢 我们要看他这么深耀的问题 可以了 聊聊 可是我不想要皱巴巴的 我觉得不好看 我虽然就是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我 他有点难戒定几岁 我不想要谈这么沉重的话题 OK 那看一个是你问我的吧 对不起 以后的科技 可以让人的外表一直维持在那 我们黑镜还没看完耶 嗯 但黑镜感觉就是会有这种题材 你比较想要当人还是想要当一只猫 嗯 你想当人还是一只猫 嗯 毛 我觉得男生好辛苦 可是我也觉得当人很 就是为什么人会 就是有他的期限 我不想要人有期限 就是你这辈子遇到这么多 跟这么多人认识 然后相处 然后有很多情感上的交流 可是最后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很难过耶 好我最近刚好在读妆子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嘛 就是说哦为什么那么短什么 可是你环境来说 环境这个整个环境 如果我们真的每个人 就你现在还路上遇到李白 那这个地球就是爆炸啦 就是环境没有办法附和 所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样 就是这个生态大自然的事情 对对对 就像叶子会落下一样 对对对 他就是一记得落 不然你现在全部都树耶 就像叶子会落下一般 那么普通 在寻常不过的事而已 对对对 好像都开朗很多耶 怎么那么快耶 哈哈哈 我很好被开导耶 你看他也太快了吧 我是可教爷 可教 什么东西啊 可教之才 好像突然有那个领悟了 谢谢庄子 哈哈哈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熊帽是外送吗 这是什么文艺品 对哦 我觉得你下一本可以读那个三国那一本 哦对耶 哪一本蛮有趣的 之前收到的生日礼物 三国跟现在职场吗 还是什么的 那个蛮好玩的吧 那个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 想问一个问题 三中年两天 节目会是一样的吗 那我再要怎么回答 跳过了哦 大家到时候都知道了 我现在回答就爆雷了吧 不能不能爆雷 爆雷都会下那个爆雷玉 爆雷玉哦 这听有点无法回答 就会起来 对不起露伦 那个是不是作者啊 玉 玉是不是那个三国的作者 这样就是恐龙在我这上班 好像是 你来现场就知道了 嘿嘿嘿抱歉 是写乌迈的金少英子 哈庫 哈庫怎麼了 昨天大家在幫哈庫磨指甲 他叫得很像我們在虐狗一樣 我們都很怕鄰居來敲門 他真的在哀得很大聲耶 好吧 那只能線上看兩場啦 歡迎來看 兩天都會很精彩的啦 嗯 相信我 兩天都會非常精彩 他已經收看線上的演出囉 謝謝烏脈的金色音符 謝謝玉德行李箱 謝謝林妍的行李箱 但這種東西也沒辦法強迫大家吧 就是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的意願 想要看一場還是兩場的 不是海涵已經在外面了 結果好像不是海涵 是不是妹啊 是妹 對 室友姐姐的妹 謝謝帕克桑的晴天娃娃 謝謝帕克桑 今天天氣很讚 等一下要吃什麼 午餐 鮭魚 清菜 好像不錯耶 謝神話你認識了 我的最愛 品函想問一個問題 公演第三首歌叫什麼名字 不可以做你的女友好嗎 什麼熊貓 熊貓是什麼意思 他說他想當熊貓了 什麼意思 可以一直睡吧 喔 是那個話題喔 因為你剛才聊了太多話題 我不知道他在講哪個話題 鋼鐵下廚 熊貓 熊貓蠻可愛的耶 可是如果你當熊貓的話 就要整天吃竹子喔 你願意嗎 沒有牛肉喔 因為可以一直吃 沒有牛肉 還可以被大家喜歡 你家裡沒有牛肉 也沒有草莓蛋糕 可是你現在一直吃 還是可以被大家喜歡啊 真的耶 有道理嗎 你們職業好不好 先學Frost3344的真情告白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好像漸漸學到 很多事情沒有絕對的答案 我覺得 就是有兩面啊 看你怎麼想而已 不覺得嗎 對 我覺得是立場跟角度的不同而已 嗯 怎麼突然有這個結論 我們不是在聊熊貓嗎 好 但熊貓很珍貴 所以 李嘉莉是想要當一個珍貴的人 是嗎 我覺得你也很珍貴啊 你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那個李嘉莉 還不夠珍貴嗎 你看熊貓那麼多長一樣 你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就只有你長這樣耶 不是你這樣也沒道理啊 熊貓每一個長很像 但他還是獨一無二的熊貓 然後好啦 抱起了 你看圓圓跟香香長一樣嗎 怎麼突然開抖 你真的最獨一無二的那個李嘉莉 就是那個 浮誇的 浮誇然後認識品寒的李嘉莉 好好笑切換護照 有沒有關槍 沒有關槍啦 我的水進度落後耶 認識品 我覺得我最近的那個心態都蠻好的 就是以前都會很 遇到一個不順自己意的事情 就會氣一整天 就覺得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 就是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現在就是會 氣一下子 然後之後就 不會那麼在意那件事 挺好的 就覺得如果要這樣在意 那太多事情在意不完了 就覺得 也沒有很多時間 日子過得很快 就覺得好像應該花這些時間 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或是 跟一些更有意義的人相處 或是去看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 長大的 嗨嗨大頭你好 剛剛我覺得我蠻開心 認識你的朋友圈們 剛剛覺得你的朋友圈都是蠻 聰明跟優秀的人 就是真的在生活上是很優秀 工作上還是很優秀的人 就覺得可以勉勵自己 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真的會想要跟他們一樣 然後 可以學到很多 可是我當然一年有名欸 你怎麼沒有跟我學習 不開心的是一年就過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不用浪費時間 在太多 很 沒有什麼意義的事上 你看我今天快篩就不開心 你還反過來開導我 對啊 今天切換他們要去 什麼 尾牙 尾牙然後要快篩 然後他就去公司拿了快篩劑 然後但是好像就是被我弄壞了 就篩不出來 所以他剛剛說 一直心情很不好 要去買一個新的這樣 然後我就開導他 我長大了 被誰弄壞了 被我 抱起來 今天怎麼感性下 有嗎 有很感性嗎 我覺得就是一個 生活上的一個轉變的人 沒有什麼感性 就你在雷啊 我是不是現在比較少哭啊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你以前 好清楚 以前講到這種就會開始 開始哭 現在不太會 好像不太會 怎麼聽纏像邱秉安的鍋 對不起嘛 我就沒有用過那種快篩劑啊 邱秉安 都沒發現秉安變這麼成熟 不會是聰明蛋蛋 對 其實我覺得你比以前更可以就是 就是這個頭銜 或這個title在你身上 聰明蛋蛋嗎 更合理了 因為你不是真的只是IQ聰明 就是整個EQ也變高了 真的 這倒是真的 先雷了再開導 要對你生氣的人 厲害了 我覺得你比較會表達自己 好像是 以前是蠻多合理 我覺得比較 可以把內線想法 就是有條理的 講出來吧 而且我覺得我現在比較 有辦法 整理出 就是腦袋的組織可以整理出 做一個是有道理的事情 以前就是很難 講出一個道理來 但是現在就是可以很 清楚的表達 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 嗯 那下次MC該Solo了 我不是上次已經Solo過了嗎 我上次還不夠Solo嗎 以前是一面不知那我是誰我在哪 但是不會說 現在比較可以 講出一些東西來 那我覺得跟涉略的東西也蠻有關係的 就是真的要多涉略一些 涉略一些 涉略一些 平常自己 就算不是自己的興趣 或是平常自己不會接觸好東西 還是可以涉略一點 這樣在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就是可以有更多元的話題 就是不會啊 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子 這個能力不容易表達 真的讚讚 但我覺得真的 算蠻好的訓練 這樣子我 我現在比較不會害怕跟陌生人講話 就是以前會 不知道要講什麼 要聊什麼 但是現在 可以 看起來很自在的跟別人聊天 就是 對於不熟的人 也可以清楚 把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這個蠻好的訓練 失誤組的時候有點明顯 可能要再控管一下 好的喔 謝謝阿華的行李箱 謝謝阿媛的讓我 來附 檳榔 我覺得 以前的我 去面試的話 可能會緊張到什麼都講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 如果現在的我去 譬如說去面試一個東西的話 可以 好好地表達自己想講的東西吧 謝謝玉的掌聲鼓勵 謝謝玉 謝謝玉 這我主要算在這個團體中的成長 有視鏡喔 不是 就是不是那麼單一的東西 不是只有在這個圈子 我所 我所說的面試是 可能 工作的那種面試 就是各方面的面試 不是只有在這個圈子 感覺都可以更 更有自信的表達吧 如果你做什麼事可以維持現在這個講法 那就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有 有維持這個做法阿 我覺得我現在有做到我講的這些東西阿 我是有做到的喔 只是很多東西是大家沒有看不到的東西 對 但我其實是有做到的 對吧其實 有有有 我覺得我有做到我講的這些東西 只是很多東西是大家看不到的 所以可能感受不到 或是沒有那麼明顯的感受 但我覺得 我其實有做到我 講的這些 就是我講想做到的這些事情 是要做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所以我蠻開心自己可以做到 要表現出來阿 我沒有表現出來嗎 我覺得我很表現出來阿 我覺得有欸 對啊 還是不是在 不一定在事業上 對不一定在事業上 對不一定在事業上 對於我自己個人的成長是有 有做到的 我們看不到私底下 況且舞台上會有另一種東西影響 可是我覺得 怎麼說 就是可能舞台上看不到阿 確實阿 但是我 舞台也很OK阿 對阿 就是我還是有做到我想要的那個東西 對 但不一定達得到大家 大家的想看的東西 或是大家要求的東西 可是我 我覺得我自己有達到我想做的東西 慢慢進步啦 嗯 還有時間 但這種行業本來就是 大家自己的選擇阿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嘛 所以就是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看什麼囉 然後我們也是自己選擇自己想要做什麼囉 對 等下沒有對不起自己的那個 然後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可以了 其實妳還是蠻專業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 我有做到我想要的東西 跟我的自己對自己的標準跟要求 嗯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囉 畫畫進步好多 這真的 謝謝了 那一直讓我哈哈有進步 經過那個聖誕卡片的畫畫之後 謝謝命的掌聲鼓勵 謝謝命 自己知道自己有要的有做到就好了 但我可能真的不是那種看起來很努力的人吧 就是不是那麽 我覺得看起來蠻努力的欸 就是可能跟亞恩立子那種的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不可能每個人都要求是 做到像就是讓你們看起來像那樣的 就是每個人的個性跟做法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選擇自己想要什麼 但我也不會強求大家說一定要喜歡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畫畫進步肯定跟地球拼圖有關吧 做自己就好 我覺得我現在蠻開心自己的成長跟自己現在在做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大家有自己有進度跟成長 自己內心是開心的最重要的 自己自己是有開心的就好 都一樣努力 重點要讓人看到你很努力 為什麼要讓別人看到我很努力 就是 好沒關係 可是我們想法比較不一樣 沒關係 就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立場不同 歡迎各種嘗試 會的會的 還是會多做各種嘗試 當然做的不開心 那就違背最一開始的初衷了吧 真的大家開心最重要 開心就好 大家還是有看到你 有啊 我有感受到 也有吸引到蠻多就是新的粉絲 我有感受到 對 有意思是之前比較 可能比較不太會留言啊 或者是寫卡片的一些 就是我沒看過的粉絲也 有看到新的粉絲 各有市場 也是會有 也會有支持自己的就是偶像市場 能吸引各種人 嗯 真的欸 謝謝賽佛的真情告白 外顯的偶像跟內向的偶像 都會有人支持 對啊 就是自己看自己喜歡什麼 那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然後就做我想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蠻厲害的 就不離不棄 就是 對啊 看著你成長吧 那我覺得我改變蠻多的 就是 現在在大家應該是最 知道你改變很多人吧 仔細的不要穿實在太好笑了 我覺得努力是要做到想要的標準 但努力的過程不一定會被別人知道 對啊 就是我覺得努力的過程不一定會被你們看到 可是 並不是說沒被你們看到 那些努力就是代表不努力 因為每個人看到的努力 就是對於那個定義不一樣 對吧 而且你們也不是我們 所以我們 最清楚自己到底努力到什麼程度 所以 並不是說很看得到的努力才叫努力 但是舞台上呈現你們沒有什麼出錯 或者是MC進步其實都很不錯 所以我們有努力對吧 就是 在舞台上的那種 穩定嗎 這也算是我們平常的努力 就是不會出錯或是撞到人之類的 這也算是我們平常 維持的努力吧 對 所以我覺得很廣啦 那個定義 所以不 就是 不一定說很外顯才是 我覺得啦 看到努力的標準也不太一樣 而且我現在漸漸也覺得就是努力不一定要被大家感受到 我覺得我自己有知道自己有在努力跟成長就好 就是算自己給自己定的目標 對 然後 因為大家的審美觀跟主 就是太主觀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 也沒有那麼一定說 其實我覺得你很像蝸牛 我嗎 什麼意思 蝸牛就是 牠走很慢對不對 很慢 但你知道蝸牛有個特性是不往後 喔 其實我覺得你還蠻像 因為你也不是那種衝很快的人 我不是 真的 對然後 這是慢慢的可是不往後退 對 我覺得你很有這個 嗯 就我個性好像是這樣 真的 你家庭就是比較往前頭 牠不像蝸牛 你家庭很不像蝸牛 牠是牛 而且我們都是瘋狂編成自己人 真的 就是不會放自己爛的那種個性吧 對 所以 但是數學課本講得很好 努力要被主管看到才會加薪 這次真的就是職場上的話 就是你現在是個人是比較生活面 對 生活面 但是職場上確實是這樣沒錯啊 而且市場上也是很現實 對啊 對 但是沒關係 但我接受這個現實啊 所以我沒關係啊 嗯 就是 蝸牛蝸牛 對對我是對著自己生活上有進步 但是 市場上還是我接受啊 如果這個做法大家不是 就是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的話沒關係 那我接受嘛 對啊我也沒有因為這樣不開心 或是生氣什麼 對 就是 因為我可以接受 所以就沒關係 就是我開心你們也開心 而且希望有人可以 對 陪著蝸牛 對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話就可以理解 那如果沒關係也沒關係 欸說得很好欸 平衡是穩定成長 我也覺得 還有上面那個完全無法放大 我上面我可以放著很久 他都完全無法想像你會講錯這些話 謝謝 嗯 我也覺得我成長很多 我以前是 穩定成長過 我以前就是 現在這個狀況就是超級不開心 然後一直生氣吧 但是現在就是 我可以接受啊 你也會生氣自己吧以前 就覺得為什麼我打不到那樣 就是為什麼我會打不到那樣 為什麼大家看不到我的努力這樣 以前可能會這樣 但是現在沒有啊 不在意了 不在意是好事 不是那種壞的 我不覺得不在意是 不在乎這個工作 就是可以更深層的去看待更遠的東西 跟要求自己的成長 不是只是那麼表面之類的東西 我也不是說這種東西很表面啦 就是可以更想的更深層 買品行股票穩穿不賠的概念 謝謝哭江的鍾情玫瑰 是一個金融股嗎 等等打開遊戲抓一支榮源光 欸我發現我今天時間 好好像到了 抱歉跟大家講了這麼多大道理 不算是你曾經的道理啊 大家是不是不太喜歡聽這種 大家只是和我教你們喜歡聽的話 謝謝終於的帶你去流浪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品牌了 所以如果你們不喜歡聽這些的話沒關係 不要大家都說不錯欸 真的嗎收益良多 那我知道你們偶偶還是想看一些可愛的東西 那就可以來公演看 因為我公演就是回到我 很偶像表演專業的那個樣子 專業 就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平常的我就是這樣子 講話 跟我的想法跟 就是概念 欸概念 是這樣子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對 穩健股很好笑欸 然後如果有沒有想看可愛 或是很偶像感的的話 就可以看表演的部分 沒有而且我覺得這個團體很棒 就是有這樣成長穩健的 然後也有那種標股 嗯 就是喔你喜歡比較衝的 或者是 欸講話比較大聲 李嘉莉啊 對啊所以就是各種都有 就是大家看大家自己去選擇囉 而且每個時期也會不一樣 我這個時期想要 就喜歡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 就是不一定 所以轉推是很正常的 嗯 突然看到欸 突然看到欸 例子轉推是很正常的 對啊 不要難過 對啊 好像是欸 因為你每個時期 我這個時期 就像是你 你突然想要買這支股票 但是你看到標股 你是不是也會很心動 大家都在賺 你能不賺嗎 但大家是不是會覺得就是 感覺大家需要那種被需要的感覺 就是我 我只要你的那種 就是這個行業 好像就是 喔我很需要你們 這樣子 但是你是也蠻需要的 就是每個面向不一樣 對 有需要的 我是不需要你們喔各位 欸你把你那個信拿過來 你那一盆 我都有 好好留著大家的信 真的 我都要聊起來 我沒有不需要你們 還是很需要大家的 我很感謝也很開心 有這麼多人喜歡我 跟欣賞我的地方 真的欸 就是我是抱持著一個感性的心 不是就是 啊你們可有可無的感覺 還是很抱持著謝謝大家的心 對 只是我的個性跟我的理念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自由選擇囉 但我好像也不會對於轉推的人特別嚴格 好像從以前就沒有特別嚴格 對啊 就是抱持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就說喔你去選那支股票啦 這樣 你就是抱持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嗯 沒有趕你們走 我是佛系偶像 真的是一個 真的耶菩薩 菩薩欸 我真的是菩薩欸 是不是想哭了 沒有 就是這樣 好我現在直播時間差不多 抱歉跟大家講這麼多道理 也不算道理嘛 只是把我的想法講出來而已 謝謝菩薩 在坑邊的人 那轉出去又轉到回來的那種呢 更歡迎啊 歡迎啊 我各種人都歡迎欸 好像跟粉絲的那條線 可以穩如牛 也可以入耳如蟲 菩薩 今天是什麼菩薩直播 哈哈哈哈 沒有我只是覺得 有時候看到有一些 粉絲或是成員 一直很糾結在一個點 然後看他們的狀態 就是也會很替他們難過 就是感覺可以再更開闊一點 會對於整個 對於自己更有幫助 我覺得啊 因為我以前也是會很 很陷入一個糾結點過不去的人 那我覺得很痛苦 所以有時候看到 可能有些粉絲或是成員這樣 會覺得蠻難過的 就希望 他們可以再更開闊一點 說不定會對自己更好喔 但我也不是說我說的就是絕對 我覺得我還是有很多地方 需要學習 但這是我覺得 開闊的心蠻重要的 就是願意接受各方面而來的東西 這個蠻重要的 不是那麼封閉 對 好呀 那我今天的直播差不多了 我要去撿鮭魚來吃了 希望我這個執著宅 不要再執著小問題 加油 你可以的加力 就是 這個事件其實很大 就是我知道大家 我知道例子可能也是很在乎這個工作 他就是真的很喜歡 就是大家真的也是因為很喜歡這個工作 所以會很在乎很多事 可是 這個世界其實很大 不是只有這個工作是你的一切 就是你 你還有外面很多 各式各樣的東西可以學習 說不定學習這些東西 對你這個工作也有更 廣闊的發展也說不定 所以感覺可以再 看一些更 外面世界的東西 也可以對 對於你這個工作也有很多的幫助吧 我覺得 好 那我先來那個排名了唷 我是不是可以開個 心靈開導 偶像心靈開導課 我要不要開線上課程啊 而且我覺得是你沒有輪語 就是不會輪為只是那種 喊口號 或者是很格言 就是你是真的是 我有真的有做到這些 而且有在這些想法 而不是只有一句話說 請放下什麼什麼心靈 我有實踐這些東西 對對對 然後也是真實的內心想法 蠻好的 可以開發手錶是不是 謝謝博恩的晴天娃娃 好 對不起今天講太多正經的話題 那我先來念個排名了唷 先來念個排名 心靈羅盤邱老師 請播卡 0909 還不是免付費 1234567 而且還不是免付費電話 第10名 第10名 何影第9 雪袋8 第8 Pakisson 第7 枯江 第6 患影戰士 第5科基 第4阿華 第3金釉 第2 中影 第1 志鴻 恭喜志鴻 中影金釉可以指定 可是我覺得例子也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他 他很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很執著也是有好有害 就是一體兩面吧 很執著有好有壞 但像我這麼開闊也是有好有壞 對 你會一定有損失嘛 對啊 但也有很好的一面 就是可以學習 彼此個性中好的那個方面 我覺得你好像這 就是最近比較會看到別人的優點 各種喔 就是你團內的所有人的優點 我覺得這點很好 就你會覺得雅恩這邊很好 林依這邊很好 然後Mina長得像老鼠 很好 但我自己會選擇我想做什麼跟不想 就是 我可以看到雅恩 很會講話這個很好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就不是想要這個 你不一定要走這個路線 但是會欣賞他 會欣賞他講話的部分 然後可能精進自己講話的內容啊 或是多元性之類的東西 對 你就是pick他 你可以用的地方 然後欣賞他整個優點 我覺得這一點蠻厲害的 我覺得這一點蠻厲害的 謝謝阿豪的眼睛夜障 就是 你們兩個開podcast 我覺得會一直想要聽 還是我們要來開podcast阿 我們現在不都一直是這樣嗎 最近 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要成為一個 就是podcast 或是要成為一位偶像 就是公眾人物要說出來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們是有影響力的人嘛 所以說出來的話就是 會影響到大家 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 涉獵的東西真的要很廣 就是要說出一個東西嗎 不然大家為什麼要聽你講這些東西 就是最近漸漸意識到這件事 加莉加油 一起加油 加莉 大家一起為 我覺得是生活上加油吧 就是不是只有工作的部分 就是整個人的提升啦 對 加油一起加油 心理素質變強 謝謝初衷的幸運思念草 指定在上面 好的我看一下喔 結果我根本沒在工作欸 指定唱首周董的蝸牛 欸我沒聽過欸 我來聽聽看 我來看 我沒有聽過欸 我來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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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用你的那個 我看 對的 對的 然後蹤影是說 蹤影說 指定下周四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好的沒問題 我一項一項來喔 我一項一項來喔 我按你喔 我做一次 沒聽過欸 聽聽看 自由工作者 我不是自由工作者 快樂 split 好像是妳欸 好好笑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我真的蠻聽過欸 我也聽聽看副歌 哦 聽歌 一步上他 在陽空 靜靜看著他的臉 上天 大大的夢想 上手的靠 孤舟輕輕的游泡 不要一步往上爬 怎麼爬 真的像步道大會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還是莫爽會你扮蝸牛 好難看 你叫一個偶像扮蝸牛 貓咪 謝謝金佑的指定 這麼太亮 一步一步往上爬 再去有點像這夜 別往前爬 你出場的時候是用爬的 人家用走的 你用爬 太難看了吧 姐姐會阻止我 真的 好那我來 終於你的生日快樂是吧 步道大會真的很好笑 終於祝你下週是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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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希望你在今年也可以 找到你自己的成長的方式 耶 終於生日快樂 李嘉麗說還是我當瓜他當牛 我背你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請問你願意嗎 李嘉麗 呵呵 生日快樂 終於 20號生日的人是摩羯座還是水瓶座 好像是水瓶了耶 還是他的個性比較像哪一個 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 每個月的20號21號的人到底是水瓶座 我覺得是水瓶 我媽媽是水瓶然後是28號 謝謝紅包 摩羯嗎 是嗎 不知道耶 還有誰沒指定嗎 好對了再來宣傳一下生血針 那叫什麼穿潔嗎 穿潔生血針大家可以指定平函喔 謝謝科基瑜的popcat 謝謝 生血針指定起來 貓貓穿潔 原來這個叫做穿潔生血針 賣糖葫蘆的小女孩啦 對 謝謝貓的晴天娃娃 還沒發業配文 應該今天會發了 對 到底是什麼主題 就是一個穿潔吧 還有誰沒指定嗎 不然差不多要下播了 他們今天超時了 官方說是家人 我覺得是春節 過年好像很適合很適合的那種 還有誰沒指定嗎 智鴻不指定嗎 真的嗎 好 蝸牛POSE 我幫他指定 蝸牛POSE嗎 我要 衣補衣補往上趴 你問智鴻可不可以 智鴻可不可以 送給你的蝸牛POSE 謝謝切換 背一個殼嗎 你的小貝貝呢 可是我現在衣服很長也算 謝謝KAMUIN的掌聲鼓勵 好的 那我今天差不多到這啦 謝謝賽佛的掌聲鼓勵 如果大家還喜歡 平函的想法或理念的話 就可以繼續支持我喔 錯 你已經開始走不一樣的路線 開始走不一樣 對啊 我覺得那個 喜歡一個人就是 想法你理念也蠻重要 價值觀 對 大家如果跟我是 合得來的價值觀的話 他一定繼續支持我喔 感謝今天開始 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在開始 或是想要跟大家爭吵什麼 只是 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跟價值觀 對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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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剛好長得比較 偶像一點 然後 呵呵呵呵 來當偶像 也不是啦 怎麼說呢 就是喜歡表演嘛 對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囉 大家掰掰 下次見 祝你們 周末快樂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看直播喔 掰掰啦 雷琪生日快樂 耶 拜拜 雷琪也長大了20歲 好大 阿古也長大了 最後為了長大而哭是不是很弱啊 為了長大這件事哭 就覺得時間過好快 拜拜